嘿,大家好,我是Stanley,欢迎回来 上期咱讲到了怎样才能把孩子培养成文物双全 厅堂厨房一勺会的通才 这个通才培养了具体有三个方面 第一,培养人文事业 第二,培养自信毅力 第三,培养情商,社交能力,领导力 第一点,培养孩子的人文事业 我把这点分为四个部分 对科学、艺术、运动、人文这四个方向的培养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发展的两条主线 好的身体是一个巨大的燃料箱 可以为孩子未来的幸福提供无尽的能量 科学能带给孩子一个理性的思维 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Curiosity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每一个孩子都有强烈的好奇心 去探索他们面前这个未知的事情 我给女儿买了Science Year by Year Incyclopedia这样的书 时不时的给她讲讲 每次她都会问这文啊,很好奇 我都会不厌其反论 给她举一反三 比如说,食物为何会腐烂 我们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世界的全部吗? 我们的世界有颜色吗? 有什么比光还快吗?等等 给孩子科普越长越好 他们本身就有一堆自然科学的问题 等着要问你 你给她解惑的越多 越能帮助她心智的发育 艺术带给孩子的是感性思维 在体验人类情感流动的同时 让自己感官的维度更丰富 人类之所以特殊 是因为我们除了有五大感官外 还有一个思想 就像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所说的 人类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对孩子要抚养的是精神 思想、物质是次养的 艺术方面我太太给女儿 报了绘画、钢琴、舞蹈班 画画是她的最爱 后来给她报了两个班 她都乐此不疲 舞蹈对她的形态、协调性 有一定的帮助 钢琴给了她一个用心去聆听的世界 我给她买了Arts Encyclopedia 她最喜欢Michael Jackson 是不是要听一些Hoodle World 还喜欢毕加索、达利、波洛克 这些现代当代艺术大师 问她为啥喜欢呢 她说他们的画好special 与众不同 嗯好吧 通过对艺术的了解 还能让孩子更有人文情怀 对历史产生兴趣 历史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 知识才能见经 要想打开孩子的事业 让他一览众三角 历史不可或缺 懂科学、爱艺术的孩子 长大后呢 兴趣会更广泛 孩子能欣赏的东西更多 孩子才更容易得到幸福 所以说为什么 近年来 Steam去代STEM打行祈祷的原因 运动方面 可以让孩子打篮球 棒球、网球 学跆拳道、滑冰、滑雪等 有条件的可以打冰球 避球、学马术 特别要培养孩子 对篮球、棒球、橄榄球 冰球的兴趣 这四大球是美国主流体育运动 不了解 很难融入主流文化 我女儿学了一阵子滑冰 不喜欢就放弃了 后来开始踢足球 疫情开始又停了 现在开始学Roll Skating Chi Bike 不过他倒是挺喜欢篮球 跟着我一起看Laker的比赛 也喜欢Lebron James 所以家庭的寻陶还是很重要的 人文方面主要是东西方文化的培养 之前听到不少朋友 聊到孩子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产生的疑虑 生就亚洲人面孔 内心里却只装着西方文化 在美国 主流社会认为你是亚洲人 在中国大家把你当美国人 也就是香蕉人的困难 我认为造成这种困惑的主要原因 还是刚才提到的 孩子失去了自己的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DNA 都有自己的根 无论你在什么环境下长大 你的DNA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失去了根 恐怕只能像乔通草一样飘摇不定 没有归属感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父母们 有些主动地让孩子放弃了对中国文化的技巧 不学中文不愧中国 一心拥抱西方主流文化 结果造成孩子对中国文化一窍不通 可白人不会认为你跟他们一样 在他们眼里 你的孩子永远是黄种人 永远是亚裔 你理应有自己的文化 有自己的根 中国的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中国的文化也势必越发越强势 美国独霸天下的单级世界已经结束了 未来必然是中美带领下的多级世界 中美也必然会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两极 在两极里都能有任有余的人 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你不能改变孩子的肤色 但你却可能让孩子因自己的肤色而受益 给孩子他基因里带着的文化 多一种文化 意味着孩子的视野更宽广 可以用更多的角度思考问题 更容易理解包容不同文化的人 给孩子一个自信 告诉他他比别人优秀 因为他的血液里渗透着 当今世界两大最强势的文化 他不是香蕉人 而是中美人 未来的同才 必然是具有多文化 及全球事业的人才 这对孩子东西方文化的培养 就两个字 愿读 大量的愿读 我把孩子这个年龄需要接触的西方文化作品 除了学校布置的以外 分为四部分 第一 西方文学源头的一些作品 第二 圣经故事 第三 哲学故事 第四 历史 一 西方文学源头的一些作品 比如 希腊神话 河马史诗 北欧神话 北欧武夫 还可以加上古埃及神话 阿拉伯的一千零一页故事等 要给孩子买绘本 图画书能让孩子产生读书的兴趣 也带给孩子更多的想象空间 能很好的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二 圣经故事 基督教在西方文明里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浸透至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 大道政治 意识形态领域 小智 文化 艺术 日常生活 都离不开宗教因素 所以在美国长大 如果你的孩子不懂基督教 以后很难有好的发展 你可以不信教 但一定要让孩子了解基督教 可以给孩子看一些基督教故事 基督教典故 三 哲学故事 哲学即思辨 哲学对孩子思维的发展 一处良多 比如 有小孩子会问 我是从哪儿来的 为什么是我 而不是别人 你看 孩子们的问题 不催中国绑啊那三个经典哲学问题 你是谁 你从哪儿来 你要去哪儿吧 开个玩笑 早点给孩子哲学启发 可以帮助孩子拓展思维空间 培养他独立思考 逻辑思维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能帮助孩子打开另一扇 观察世界的窗子 四 历史 知识才能见经 了解人类的发展时 孩子长大以后才会更好地理解 有些事为什么会发生 以及对将来会发生什么 做出比较准确的预判 知识可以让孩子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一二年轻呢 可以给孩子买点讲解人类历史的书 以及简单的全球史 好 以上这些呢 是西方文化著作 接下来 咱中国文化 当然不能落下 像风神演绎 春秋战国故事 三国演绎 成语故事等 都可以让孩子接触 这些故事呢 波澜壮阔 跌宕起伏 里面蕴含了大量的历史知识 做人的道理 对孩子了解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 大有比 孩子假期的时候呢 尽可能带他们回中国看看 让他们亲手感受中国的快速发展 有比较 才会有进步 孩子的中国文化根基越深 视野越宽广 长大后的优势也会越大 总之 人文教育是最好的教育 我们通过对孩子人文的培养 让他们学会去思考 有自己独到的思想 还是帕斯卡那句话 我们全部的尊严 就在思想 有思想的孩子 一定是名校的相伯 好了 东西方文化著作讲完了 您对这些著作怎么看 您的书单是啥 欢迎大家留言 一起讨论 我的书单呢 放在了视频的描述栏 您可以随时点击 阅读呢 是我跟太太都非常重视 我太太给孩子从图书馆 借了大量的书 我给她买了 The Iliad The Odyssey Great Mythology 等西方文学奠基之作 她对Iliad非常着迷 有段时间呢 有空就读 不停地问我这儿 问我哪儿 她最喜欢Athena 因为她知道 Athena是智慧女神跟战神 是不是跑过来 偷偷跟我说 Athena刚刚教她怎么射箭 还有没有样子教我 让我跟她学 阅读呢 阅读呢 真的能打开孩子的视野 远离手机游戏 好处太多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 你的孩子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 同才培养的第二个方面 是培养自信 毅力 说到这儿啊 就要提到美式教育的一个优势 给孩子自信 You're a special You're unique You may not think so But consider this 巴拉巴拉 There's another person in the whole wild world who thinks like you do 你很特殊 世界上没有人跟你一样 你经常可以听到美国父母 老师这样鼓励孩子 夸奖鼓励 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重要的催化剂 也是点时成绩的那只魔宝 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 正如德尔菲神庙里的那句话 人呢 认识你自己 我们通常很难知道 自己能力的上限在哪里 不去试一下 你永远都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成 举个例子 一个八分能力的孩子 去做一件需要八分能力的事 由于批评是教育环境的 导致没有自信 主动放弃了 同样 一个八分能力的孩子 去做一件需要九分能力的事 由于表扬是教育环境 让这个孩子充满了自信 认为自己一定能行 努力去尝试 克服了种种困难 结果最终还真做成了 这件超出自己能力的事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2016年NBA总决赛 LeBron James带领的 Underdog骑士队 战胜了创历史记录的 号称史上最强战队 常规赛73胜的勇士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想想看 中国古语为何有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说法 勇气 决心 毅力 不就是看不到的能力吗 没有自信 哪来的决心跟勇气 没有自信 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 没有自信 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说了 我们要交给孩子的 不仅仅是书本知识 还有生活中的历练 要让孩子受挫折 学会应对失败 并从失败中走出来 继续前行 能够到达山边的人 一定是遇错遇用的人 培养通财的第三个方面 是培养情商 社交能力 领导力 可以预见吗 社交能力 在顶级大学的录取权重中 占比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的大学 取消了ICD考试成绩 可以看出 大学越来越不看重 孩子的学术成绩 之前 Academic占据的录取份额 会更多的 Shift社交能力 领导力 对大多数孩子来说 此读书是没有出路的 当然了 如果你的孩子 在某一方面有很出众的才华 比如说数学 物理 那当然要大力培养 宁可做个那儿 因为这就是孩子的兴趣 特长 无论东西方文化 社交能力 自古以来就是很重要的技能 中国历史上巅峰期的老刘家 那两个皇帝 刘邦 刘备 都得益于社交能力的两得 这一趋势也可以理解 在人类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没有人可以单打独斗 以后很多行业都会被冷冰冰的AI取代 未来 一个人的能力 更多的倾向于社交能力 领导力 资源 整合的能力 长板坡模式 只能出赵云 要想做刘备 就得是人精 能把人搞定的人 才是人上人 所以啊 对孩子情商的培养 不能忽视 让孩子多交朋友 多跟小朋友玩 学会分享 我经常给女人讲恐龙让泥的故事 告诉他吃亏是福 当下的付出是明日的花开 让他把喜欢的东西 跟爸妈分享 跟朋友分享 教他注重别人的感受 极所不欲 勿施于人 告诉他做人要大气 要有胸怀 宰相度里能撑传 同时培养他的责任心 爱心跟同情心 比如 答应个事就必须要做到 否则不要承诺 Be sister 做学校里弟弟妹妹的榜样 帮助照顾他 爱父母 爱老师 爱同学 爱自然 爱我们的家园 地球 学会appreciation 滴水针当永泉相报 给他看在茅草屋上课的非洲孩子 中国走索道 爬悬崖去上学的孩子们 让他产生同情心 长大以后去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同时让他看到 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孩子 生活条件不如他 有那么多的孩子 没有父母 让他体会到 有爸妈在身边 自己现在的生活有多幸福 通过比较 可以让亲子关系更亲密 孩子更有同情心 爱心 孩子可以更直观地体会到快乐 幸福 我给孩子买了这幅画 Family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时刻告诉孩子 爸爸妈妈有多爱的 他有多爱爸爸妈妈 爱要说出来 还有一点 要从小培养孩子的口才 演讲功力 西方文明呢 自打古希腊开始 就很注重口才 修辞学 民主就是要通过精彩的演讲 获得老百姓的支持 口才也是孩子以后 能更上一层楼的基石 此外 我还时不时呢 带女儿去看自然博物馆 加州科学中心 盖提博物馆的 带她在院子里面 捉虫子 捉lizard 人来自于自然 是Mother Nature的一部分 我们的天性里 就有亲近自然的基因 多带孩子去自然博物馆 接触小动物 养虫 会培量他的爱心 社会属性 爱自然的孩子 也会有一颗 不爱的心 去爱他人 最后一点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陪伴 陪伴是最好的教育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耐心 陪伴 是孩子茁壮成长的催化剂 孩子的成长 离不开父母的常年陪伴 同时 陪伴会让父母 跟孩子的关系更亲密 陪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需要付出很多 但是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孩子就是镜子里的你 教育应该是快乐的 我给孩子的书单 放在了描述栏里 大家可以查阅 好了 我的心得分享完了 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也欢迎各位朋友 给我留言 聊聊您对教育孩子的想法 好 下次见 拜拜 拜拜